第十场赛事 第十场赛事 二班千四米 12匹马各族 其中有一匹是初出马 11号的95尺套 港斑马6号幸运转期 不过我相信在草地 不算很高的胜出或胜算 升班马9号的鸿运帝王 上次都比较多 但都可以赢马 今次潘顿不放手 做榜也要选这一款 这场算下去 幸运转期 线路之星应该会摆头 看看会不会有正常的捕捉 线路之星这次潘顿也不放手 继续选其红运帝王 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自己上次跟他有缘分 都挺喜欢这一款 而且看他上次赢上来 都清脆利落 是三班 但这一场赛事 后面潮州精神助出 潘顿也跑得好 这一场一摆正堂太 之前货大闸 已经见到他赢这场之前 懂得转脚 田泰安和他试 这次一摆正堂太 真是登基大典 这只熊运帝王 潘顿就为他加冕 赢上来 外面的潮州精神 是呀追得厉害 你追了一条直路 都没有暴力威胁到他 回来是收缰的 这一只马 现在才四岁转四岁 没有久了 中间又是透构 再做货带杂 又是转直路的时候 波及斯和他试 自己懂得弹着左脚出来 现在才开始踏入成熟的阶段 潘顿不放手 就算上来二班 他都肯继续骑他 我相信未止境 所以我继续跟着这只熊运帝王 同意 因为他是北半球马 自购马坐衣 汉仲加上这件坐衣 最初都很狠 很快交代 但马真的未入局 可能进度来得慢一点 现在到位 还有这马 我觉得他没有潜下马头那么厉害 可以担高一点点去走 马现在才成熟 最后 赛后看马 有货加有集 这些是安心的 可以再上马 不过就 之前潘顿跑开的闪路之星 这些马 其实都是当打当裔的 不过对上一次 这些断续也是很慢 慢得惊人 又赚了 潘顿不放头了 一定跟你比较 3月11号的赛选 因为鸿运帝王 那天3月11号 反而追他是虚形勢的 但是同一天 斯兰是全部贴兰很好 线路之星 那些都不是异班时间 开头放那些断续 都慢得惊人 又没有马跟你搞 没有马拍上来 所以我觉得 先显得后面的街运才厉害 因为是没什么马 追到上来 只有他 街运才在内南省位 这次还要报名 不过就实档 看看怎么摄 是的 但是你见 又是潘顿赢得漂亮的线路之星 好啊 好在今次找回大师兄 蔡明兆 都是姜诚漂亮的 不过又是负磅加到135磅 但是正如刚才 陶陶你都说过街运才 你要拨布门摄得漂亮的了 那又是健康有个挫折的马 原本希斯对他寄望都很高的 你打小小折都九十几分 在那又是跑底质 那就是布门都是一个很忍得的骑士 而他亦都需要帮你忍忍埋那一段的 那希望组团摄得漂亮 冲得一直 是的 还有刚才看片段都见到 那只中华盛景 都是摄的那个捕捉形势 它外面有追 而且这只马铜和霍宏星 算是挺夹当的 看看这一场 不过大家都要秤一下那个磅位 因为大家中华盛景也好 善劳之星也好 今次的扶绑是重了很多的 那希望这一场 有个正常一点的捕捉 让街运才好追一点 同场就侵了一只包装必成 上次跑千二对手太强 不过今次的牌制是12当 好在这一场落快马就不算好多 看回包装必胜 上次对手真的太强的关系 被维港智能贴到条欄 自己做过正常的捕捉 但没断它拉快的总时间 如果你看回包装必胜 上次自己做的时间都不差 1分08秒59 不知道是否之前上了1600 现在1200米对它来说又速一点 再加上虽然追不到前面的维港智能 但其实还顶着后面那些二班那些 挺硬正的马 好像旋风飞影 和美丽奔驰等等 所以我觉得今次上回来 排住了12当换到分头 既然今次换何宅妖 应该没那么热门了吧 我扔一下这一只 上次也有拼它 要是拼它 希望它就是维港的分流 维港智能可能有点错 但结果那只很超 加上A栏 就放在前面走的马 就很稳定的 今次12当 我相信也有一些分头 回来这个1400米路程 它以往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看看这场我们精选场次 选择什么马 WinPay一主选了红运帝王 星班连节 希望它也很容易 至于Q或ZQ找它做胆 就拖回街运材和包装必胜 红运帝王也要的 这些马是不断进步 上升的马 一对就是细琳把重磅的马 线路之声中华盛景都要 要那只包装必胜 我扭一下扭一下 用这只包装必胜做胆 托运Q位置是1号、3号这一队 接下来看看美场赛事 美场赛事是3,400米 这一场知道再升 其实赛前潘顿也没有过 还要抽一档 但这只马很难赢 看看这次潘顿能否帮他赢到 喜莲勇敢 刚刚好赢到马 星班马6号日日有 以及11号艾里奥 两只前置马都排了外档 看看前面会不会扯快一点的捕捉 如果真的前面有这么多编乏的捕捉 这只马都难赢的 人人之宝 但赢的路程正正就是1400 之前试过挑战1600 回来赢马路程 还有看近平的巴道 他也正正起革命的 连续几个赛日都有投马交出来 你看看这只人人之宝 上场对着那些对手 原来是1600米 这只恶丫 入到直路 现在还在哪里 爆尾 现在才是什么 而拍着外面那只 就是敏至神区 赢了 今场赢的那只 晴皇赢了 中间还有一些马 走上来的 爽快赢了 这里有三只投马 他在他身后 跑到这么接近的第四 绝对不失礼 但你看到 就是匆匆到最后五十 他就有那么多均速 1600米真的要印得很漂亮 还有稍微延长了一点 今次就是回来1400 有四档找巴道 以往巴道骑同主的宝贝仪 晓菲天 今次有个四档 不用留到那么厚 用回刚才1600那组的对手 他这只都相当恶 这组我自己称 就是第尾场 是挺混乱的一组 人人资宝之前也拼过 又要小小快步速 但他有点力短 他冲程可能只有二百多米 是最厉害的 究竟这场千四缩下来 是否有足够的披症 帮他走 说当打 当月是实力派的 实力派过来沙田 上次一样也跑得很好水准 不过过不了前面那只飞鹰奥场 被他按得很漂亮的断竹 守到内南包商的了 当日报民实力派 报民打算过你一只而已 真是过不了 不过我稍微检验一件事 究竟你早点骑 会不会过到非英国 我们经常都说 潘顿也好 报民也好 有时马尼 如果你早多一步骑 是否效果会有点不同呢 但是骑士的风格是这样 是 这件事我们不明白 但是你早点骑 可能马的名词也会改变 这里只差一个短码头位 实力派 今次也还有一个内档 上次也证明 回到田草千四米 都可以适应 我觉得自己比较云长一点 我只选他一只 是的 今次涂涂选了报民 年纪上选了难兴 也要选一个年轻点的难递 但是潘顿今次跑之道再胜 难赢 但是正正就是潘顿帮他赢 是的 看看资道再胜 和潘顿合作四次 全部都入了Q 两冠两瓦的好成绩 资道再胜 之前潘顿摸过一下 不如看看这只马的状态是怎样 是的 他摸摸那副 就是落草地拍飞轮闪耀 前面那只走过 是一向神火勤力的马 以后落草地 仍然是体力感很充足的 当然 潘顿骑他四次 就未脱过前两名 但是这个路程他就未赢过 跑过三次第二一次第三 这个路程就未必是他最赢 但是近期潘顿和沈杂成合作之后 大家看看 这一只都真是好买力的 喜连勇敢 车小步都过不了 黑淘火箭了 方家派想着那天五分了 就是这样少了一分 这次有一个一档 重磅找潘顿也是对的 所以顺着骑链的斗志 下班这次都可以再继续一次 看看这只马桂内炮三次的三班赛事 其实两次都入Q 一次就亏了快捕捉 希望今次真的可以赢到马了 看看这场我们选择什么 今场Q位至Q 除了人人之寶之导再胜之外 就更多一只应该有分头的红爱舍 其实近期走势都是山羽肉来 看看这次可不可以再进一步 美场我自己称 就是挺复杂的一场赛事 因为你能生走的马不多 可能刀铃腹升这些叫弱点 中环大进 但是其余的马不敢生 所以只选择一只,实力派 各场赛事都和大家看过了 刚刚也有说 两场二级赛第八、第九场 潘顿拿着一号码 看看是否真是恶了 骑士旺是否就是选择他好一点 那我看回 其实明天赛事没有骑士呼符 但是我自己计算 潘顿明天都应该坐三望四的头码 我先看看跑道 因为你有三场一千 又有两场的泥地 两场二级赛事出马比较少一点 整条跑道都有排档 麦头场开跑时间十二点半钟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